国民党籍市议员蔡玉辉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全国六株中为什么只有台南市没有成立有限电视废率委员会 其他五都的新闻局处都邀请当地的专家学者来评估有限电视价格定定 该涨价就要涨 不该涨价就不应该调涨 虽然台南市有四家有限电视 但是依然是寡占事业 为何就是台南市政府不要 废率要如何省 蔡玉辉议员认为可受公平 对于有限电视 我是建议说要成立 落实叫这些公司 学者 这些专家学者 还是说消费者 历司会计司 精算它的成本 应该去就去 不应该去不去 六株只有我们没成立 目前六株里面我们的收入差不多 应该是说头上第二名 汤汁甚至说有降价的空间 因为汤汁只有一间 我们目前台南市四间里面 因为合并之后 可以说起来是寡占 所谓寡占就是说 我们政府不一定说他们准一间 不过目前台南市两间做一间 完事的台南市两间是分开 那说这个费用合不合理 我想可受公平 蔡玉辉议员还举例说明 有限电视每年净赚数十亿 他认为社区大楼 共同线路成本应该要调象 因为社区大楼 跟一般透线处租户 线路收费应该有所区分 另外政府补助给有限电视的经费 更是成为每年的大拜拜 需应付NCC 这种情况是否要落实监督地制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我记得你说 这个共同管线 大楼 他的身份 是不是应该要降下 一般 我们说的换处 他的身份叫大楼一档 几十五 几百五 他绝对身份不一样 那有些偏领地区 是不是应该 贪的钱 我们的法院规定要做 可是有限电视 不然经过民典代表 很多的欢迎 他就不需要做 那有的费用 三七亿推广 这个有限电视 我感觉 事实上 有 没有 落实的所在 只能说 有限电视 有限电视 臺南市政府新聞處長吳湯誠則表示 臺南市區的三貫網雙紙巾有線電視目前是每月535元 原線級的信永安和南天有線電視則是540元 因此透過NCC費率審查的委員也是專家學者去評量 各家的有線電視業者的投入成本跟經營環境 與自治節目等綜合性的考量 因此市府尊重NCC的決定 記者黃俊懷談談報導